大家好,我是小梗 和地心人大战三天三夜 总算收集了一百多个地心传送碎片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把地心传送碎片合成地心传送门块 哎,一共才得到28个 算了,有了做传送电梯的材料了 就可以做传送电梯了 回到我的海景大别墅 把地心传送门块一块一块往上叠高高 这绿洞的橙色光蓝真的好看 果然,选择传送电梯是明智之选 当然,豪华别墅的专修一定要高贵 用钻石块把地心传送电梯为好 小伙伴,你们看,是不是很像钻石环座呢 每次散去三楼,就感觉搭了一次环地或者女环 散流高贵,看 嗯,电梯搞定了,今天就来专修一楼 一楼一般有来当工具房或者仓库的 所以专修起来比较简单 我把地板全部换成钻石块 天花板也穿上啵零啵零的银光灯和金块 是不是瞬间上了一个档子呢 小姐,我感觉很扯啊 特别上面那两层的岩石针,很爱耶啊 嗯,这个嘛,不仅意慢慢来专修嘛 这里我是打算做自动熔炉 底下放上箱子 左右两边各放漏斗连接箱子 漏斗上面再放熔炉 接着熔炉又要连接漏斗 漏斗上面又放箱子 箱子旁边又连接漏斗 漏斗上面又连接箱子 哈哈,小伙伴们,是不是有点晕了 其实很简单啦 总体的模样就是这样子啦 你们直接模仿就行了 最上面的箱子是用来放原材料的 中间的箱子是用来放煤炭的 而最底的箱子是用来放成品的 明白了吗 在旁边也弄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动熔炉出来 嘿嘿,这面墙看起来就很有工艺感啦 这边的一面墙再放上储物箱 再搭配一块小金块 最后一面放上熔炉 嗯,总体看上去 确实很像一个富人家的仓库 哈哈,一楼的专修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接下来就是二楼啦 二楼的话我打算做成蹦迪丁 因为呢,表妹小花花喜欢蹦迪啦 表姐,明明是你自己喜欢蹦迪 好不好嘛 嘿嘿,都一样啦 先做一个大电视 放下六个大音响 反正我这里四面环海 吵不到别人的 嘻嘻 再把地板全部换成 闪闪发亮的玻璃灯 五颜六色 应有尽有 哈哈,搞定啦,搞定啦 小伙伴们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布提鸡 你们喜欢吗 这终家伙是最好的 完全是很快的 我们下定了一部门 走路里的 等会儿又需要 啊,我们下定了一个